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求看这个镜头 不要求看观众 我发现所有台湾的女嘉宾 她那个镜头意识强了 你看她看看你 她看观众 看看你看观众 她总觉得得惦记一下他们 对对 还有一个人很重要的坐在那边总是会顾及嘛 就会觉得这个时候呢 在前面应该是有这种互动的这种感觉 但是你看观众就会觉得很自然 他在注意我们 可是你看假如我们去掉是在做节目 现在我们这个感觉 如果你这样说话呢 我们就觉得有点神经病 这干嘛呢 所以这正是我说今天讨论的问题 电视这件事啊 实际上决定了咱们很多很多的事 咱们先娱乐一下 先娱乐一下 说完上次 说完第一次来 就是讲世界杯嘛 我跟你说世界杯有后续的花絮 肯定女嘉宾也很感兴趣 你知道我觉得最帅的那个西班牙的门神卡西利亚斯 他的女朋友就是你嘛 被发现了真的 不是要低调吗 女主播啊 她在上铺球这个场外 她女朋友就在采访 然后得了冠军 她女朋友最先采访她 你还没见过 这个男朋友接受女朋友采访 是什么表现 有一段视频 很娱乐 我们来来娱乐一下 来说一般的 来人当我一直支持 来的 来我的父亲 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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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够 我们聊一会儿 然后我们讨论 我讨论 我许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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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这要是这个情境 转在你身上 你当时会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那个队长 也算是蛮符合他的 你看他把那个 虽然他在场上踢球 但他的专业也带到了被采访上 某种程度意义 他刚才也在 他也是扑向另外的球 对吧 扑向另外的球 那早已经是他的球了 不用当众再这么扑一下 自己练习一下 可是你看 看在咱们眼里就觉得 他连这个采访本身 也成为了一种娱乐的表演 你注意到这个本质没有 不过他女朋友 其实是很不自然的 他俩都有点不自然 当时的状态 就女朋友采访自己的男朋友 你最近看有点冷场 忽然一下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他才忽然扑上去 所以你看 不管你在这个画框内的人 你是有意还是无意 你是作秀还是存出自然 看在观众的眼里 你发现我现在在研究 这个观看方式 我们老看电视 觉得这个镜面 现在只注意里头的内容 但是有一本书提醒我 是不是可以注意一下 这个框本身 就这种看的方式 你看不管你里边是什么 观看的这个关系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就说这本书 有很多书 特别有名 我经常引用 实际上从来没看过 一个是叫1984嘛 老实话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尼尔波兹曼的这个娱乐 至死 你知道我们有一些热心观众 闻到这书也有你一本 热心到什么程度 把这个书啊 送给我们 还怕我收不到 我一本闻到一本 两次 就是说人家买了 很多年前就看过 对 人家买了四本 就所以要感谢他们 而且我就终于看看这个书啊 我一发现 我就看尼尔波斯曼讲的一张 就是讲电视 而且我认为啊 我完全可以印证他的经验 因为什么呢 我是干电视的人 他批评的电视影响文化的这些问题啊 全都是我对于嘉宾的指导 比如说我就说这嘉宾 我说你说痛快了 并不等于观众能听懂啊 你啊 必须要 你看我最早 最多跟嘉宾说的是短一点 短一点 你能一分钟说完你这个事吗 但是你觉不觉得 这种快速变化的这个方式本身啊 会影响观众的这个思维的养成呢 对 应该这么说 就是以往传统嘛 在没有电子媒介的时候呢 大家所看到的就是平面的载体 平面的载体在文字的叙述上 它某种程度 因为那样子的一个载体 它有一定的优势 就是它可以书写到讲得够 意思就是这样 但电视最大的一个呢 其实我觉得它提到的一个 那个框框 但我觉得 我自己没有看过那个章节啊 但是我觉得那个框框 还有另外一个框框 是时间的框框 电视之所以 比起其他的媒体 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有时间的限定 比如说你看 我们所有的run down表 都告诉你有时间 包括现在涛哥 你戴着耳机 是不是耳边就听到 人家cue你的这个时间的限制 所以在这么样的一个框架之下 电视本身就受到了 一个很大的限制 但也可以说是它的优势 就它必须短小惊悍 但是短小惊悍 这事本身 他们讲啊 比如说在电视出现之前 你有没有想象 那个时候的人呢 那个时候的人们 是在印刷的东西上 了解一个观点 一个社会问题 你看印刷的 它可以看完 整本书都是连贯的 再说一件事 看完了 我懂了 大家之间讨论 讨论也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现在不是了 在电视上 因为这导演整天说 回广告了 就去广告了 去广告了 别讲了 别讲了 是在这么一种情况下 而且呢 这个框啊 它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它这种框呢 会制造一种幻觉 我常常讲 因为电视是一个 直接通向客厅的幽灵 什么意思 就在我们家里面 如果还在一家人 围着客厅 看电视的那种状况底下 这个电视的镜子里面 就像一个魔镜 出现一些人物 观众有时候 我觉得很像 它会产生一些 很怪的认同感 那个真的是个魔镜 里面出现的东西 是虚幻不实的 你并不认识这些人 但是因为你天天看着他 你觉得你跟他很熟悉 你对他产生认同感 你对他所说的事情 里面所描绘的世界 有些特别的感应 但这些感应 这些感情 这些认同 全是建立在一个 很虚伏的一个 扶杀上面的 你比如说 咱还不是说娱乐节目 我发现他这个书里边举的 现在我们已经 司空见惯的事啊 其实你 你换个角度想想啊 是很抽风的 你这比如说啊 咱就不说娱乐节目了 就是说新闻节目 你会他在讲 新闻节目里 最多说的一个 就是什么呢 好 现在 你看 这他比如说 你你咱咱咱就说 新闻联播啊 好 现在 不应该说 这个是什么意思 说这个意思就是说 行 你对上面那条新闻的 关注已经够长时间了 虽然只有45秒 接下来你需要关注 另一件事 另外他还提出一个问题 咱们也经常说的 他说 谢谢各位收看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这个波子曼提出 为什么要再见 也许你今天报道的 这个地震的大灾难 按照正常的这个心理 我们需要有一个月 才能从哀痛当中醒过来 但是呢 一听到这个播音员结尾的时候 说明天再见 你知道 他消解了那件事情 就这个事情变得有点 就像你说的有点虚幻 这到底是真的 而且这个东西 其实也不只是波斯曼讲 以前很多研究过电视的学者 最早研究电视的 还是雷蒙威延 是 就常常批评一个东西 电视新闻 有个很不好的东西 表现在我们很多新闻主播 常常说的一个口头禅 好 我们现在关心完这个 让我们来关心一下什么 就每天晚上 你要关心十几样东西 那十几样东西 今天是没有逻辑可言的 而且前面通常是比较严肃的 悲伤的 后面通常有个花边 例如说卡西利亚斯 去吻他的女友 然后呢 看完这个电视 你就带着微笑 去觉得今天世界还挺美好的 这为什么说批评这种东西呢 就是因为他 慢慢的训练了我们的情感 就是让我们觉得 一个很悲惨的事情 一个应该让我们很揪心的事情 很真正要关心的事情 沦为一种消费式的关心 每当我们说 现在我们来关心一下什么时候 其实我们并不真的关心 没错没错 说的人不关心 看的人也不关心 听的人更不关心 其实我不止一次发现 我们做新闻的人 有个很大的特点 就我们总觉得 我们好像胸怀天下 跟世界什么事情 都非常了解 很有关系 其实你发现 很多做新闻的人 你跟他聊一个上礼拜 出了什么事 他会忘记的 他会忘得一干二净 因为当他说关心什么时候 他其实并不真的关心 他可能关心是 现在剩下三十秒 我要赶快做完什么 但是我倒对于他里面 所提到了一个 就是 我不晓得他有没有点到 就表演 因为我们刚提到 如果说我们把电视 这个媒体呢 特别是在新闻节目上 因为传统我们所学的 新闻学里面 是不允许表演这种事情 甚至他会用一些 比如很多的道德 伦理规范 去说新闻怎么会是表演呢 但不 如果我们如果广义来看 表演这个词汇 那么我们现在反思一下 电视前面所呈现的 所有的包括 您今天要不要化妆 头发要不要打理 像我说完的头发 是我没吹好 我也不敢上来 这算不算是表演一个环节 还有特别是那个框框 有时候会上些字幕 有时候会上些标题 甚至你看像台湾的媒体 更花 下面还跑短讯 然后这边还跑了 包括这个特辑的框 这些所有的呢 其实某种程度 都是表演元素的一部分 只不过他或许 并不是像我们看剧场表演 那么样立体三D的呈现 没错没错 他就完全压缩在那个框当中 说完这说的太深刻了 只要上着电视 全都是表演 你不要以为新闻联播不是表演 因为正常人不能那样的 你比如我现在发现 有些新闻主播呀 他呀 比如说45秒 我们知道新闻一分半 一个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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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新闻主播的表情啊 也会做一些微调 也不能过分 不能说地震 他哇 这么哭 观众会觉得出事了 对吗 诶 适度的表现哀气 但是一个正常人 怎么可能 在一分半之后 马上又说 咱们再来看看卡西利亚斯 亲吻他的女友 你的这个情绪 怎么变得这么快 这不是表演 而且还有我们一些语言啊 像有些语言 我是从来不想讲的 因为我觉得语言很讨厌 嗯 例如说我们常常对着近的说 亲爱的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来看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 明天我们再见 我从来不讲这句话 为什么 因为第一 这些观众 他怎么会是我的朋友 谁晓得你是谁 我不认识你 对不对 那既然我连认识你 都不认识你 你不是我朋友 我干嘛跟你亲爱的 我跟你一点都不亲爱 所以 而且我也看不到你 所以我不会跟你说 明天再见 对 而且说 新闻节目 你看他提的 放音乐 你想过吗 为什么要放音乐 为什么这个新闻联播 要放音乐 这个音乐是一种什么 暗示观众 现在应该进入某种 状态 这是什么 这是杂耍啊 这是 所以说电视本质上 有一个算一个 全都是娱乐 所以就是娱乐至死的年代来了 枪枪三人行 你看导演 催我去广告 去广告 广告之后见 你看尤其是中国人的家庭啊 电视机是放在这个神坛的位置上 客厅里最重心 大家就以电视机 都是电视叫的 对吧 但是这种电视呢 我理解这个波斯曼说的 跟我们现在很有一个照应的关系 你看现在很多人的这个思维方式 叫做什么碎片化的 它不是连贯的 然后呢 只有一种情绪 没有一种理解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 徐老师 你个许教授 是吧 你要讲清一个观点 在你的课堂上 你要一个小时 对吗 像我就碰到过一个教授 他做我们枪枪三人行 他不听我的 你知道吗 让我觉得很头疼 我说 你要说短一点 他来了 摊开一张纸 说我这个问题啊 要说八点 他说完第二点的时候 广告时间已经到了 我心里那个叹气啊 我但是我叹气的是什么 我说没有用的 因为我了解这种电视的接收特点 您这八点就是说完了 他不符合电视这种媒介的特性 为哪个观众会听得懂 会接受到你的信息 你要聊 你就得按照我这么聊 但我这么聊 最后又会给人一个什么影响呢 对 所以你看以前有一些学者就很讨厌电视的这种限制 比如说有个已故的法国的社会学中师 大陆叫布迪尔厄是吧 他做过一个电视节目 因为他非常反感电视 他做了一个电视节目 那个电视节目后来还就变成一本小书 就叫论电视 他在这个节目里面主要就是谈电视的 那么他批评电视什么呢 他法国电视已经很知识分子化 常常有一些学者上去辩论什么 那么他就批评比如说电视喜欢做辩论节目 辩论节目就喜欢把一个事分成就两个立场 正反 然后双方辩论 然后辩论到最后好像有一个结局 好像有个是非 然后是这个电视的主持人好像很公正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或者交给大家去判断 他就非常反感 为什么 他认为一个问题不只是有两个立场 而且是当你定两个立场出来的时候啊 就为这个议题设立了一个有限的一个光谱 一个在光谱这边 一个在那边 他说的是如果有些观点在这个光谱之外呢 在这个架构以外呢 就完全进不去了 那么于是他做这个节目就想丰富观点 那但是这个节目做完之后 最后只有书会比较畅销 那个节目据说没什么人看 就那样都没人看 我跟你说就好像马英九跟什么人辩论 谁记住他们说什么了 大家记住的还是看表演 这表演比如说谁在气势上 你得到了一个情绪的印象 他占了上风 或者说他损了他一句 哎呦他占了上风 这个我们对于政治的决定 对 讲到一个很有趣的点 情绪 所以呢 台湾这边的舆论环境 大家常常在管那个立法院政策啊 大家到刚才搞 搞到后来都不知道那个政策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但是呢只知道立法院今天又打架了 但为什么呢 谁打赢了 但你想想看 如果说今天新闻一直 中规中矩四评八维 告诉大家 今天又有一个新的政策出台 如何如何如何 哎那收视的效果可能不见得很好 但你如果今天就是发生了情绪 挑起这种情绪的关注点 确实 这就是电视台的优势 它确实它就是有收视率 所以你看这某种程度 也是一种收视率导向 所影致的一个后果 我是一个务实的人 我觉得要不然咱就别弄电视 弄了它确实 这电视这玩意儿 有它本身的特性 那么你看啊 咱就说 比如说你也知道 过去我曾经报过那个 这个这个凤凰卫视的实施直通车 你知道吗 主播吗 当时就有这个观众投诉 说我报新闻不可信 你知道吗 但这个事 我今天要说的是 因为我在这个书里也发现了一个证据 美国有个女的新闻主播 被解雇了 因为在受视调查当中啊 说观众对他接受程度不高 对 他被吵了 吵了呢 他就上法庭告状 然后呢 就是说为什么解雇我 你看在这个里面很有意思啊 观众比如说观众觉得我报新闻 他是觉得你这个相貌啊 你这个形象不可信 可这个跟真正的新闻 是真的还是假的 有什么关系 你看这意味着什么呢 电视是个表演吧 你也个观众说 你得看着像个可信的 像书碗这样的 对吗 但是看着像个可信的 和实际上可信 是两码事 是两码事啊 你记不记得前阵子有一个新闻出来吗 就是有一个老做广告 讲什么中医药 讲健康的 张物本看着也很可信 还不是他 有一个人是专门在这些广告 扮演什么北大教授 扮演什么专家 没错没错 就一个人演过十几个角色 在不同广告 那个人这样子很可信 白头发像个老学者 很敦厚 很专业的感觉 对不对 他就演戏了 对 其实我们说 我觉得这个作者用意 主要就是说 他不相信 他也不认同 电视这样子的一个 媒体载具 他所传递出来的讯息 能够帮助大家 建造有用的知识观 因为知识观的这个部分 是非常具有逻辑层次的 不过 我们必须要换个角度讲 你能够那么快速的 把大量的讯息浓缩在电视 这个给你的框架当中呈现 这未尝也不是另外一种 知识观能力的展现 他也不能够做全盘的否定 倒是要回过头来看 其实刚刚梁老师提到 从早期搭壁炉 围炉 可是现在很多炉都假的 它都是一个装饰 放在你的客厅里面 到现在的电视 但是要注意哦 现在的电视在家庭当中 客厅的位置 它已经做了改变 为什么呢 今天可能还是爸爸妈妈 他回来 因为他们可能对电脑不熟悉 我就坐在 我坐在客厅看电视的心情 跟我的孩子 他们的孩子 各自回到房间里面 去上电脑 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以前呢 一家人围在电视前面 他们所讨论的 交集的那种气氛 可能因为现在科技的导入 而做了变化 这某种程度 其实也会影响到 他的这个作者 对于电视媒体效果的一种评判 所以当大家都觉得 这个电视机 不再只是你讯息 接受的单一来源 它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 管道跟路径 但是电视太强大了 太强大了 不过说你讲的那个 跟他讲的这个 是两个层面的事情 他讲的是电视本身 对人的认知世界方式的改变 你讲的那个是电视 跟个人认同 还有家庭团结的关系 因为过去曾经很多人讲 本来人类家庭 是应该早20年就要崩解掉的 是什么让大家凝聚在一起 就是电视 直到今天中国大陆 还有很多人 他们家庭最珍贵的记忆 是围绕着每年农历年 看春晚而来 看春晚 对啊 就是春晚就是 等于中国人新时代的围炉 对不对 对 就这样围着看春晚 很多人的童年记忆 就是建立在说 当年八几年 我看春晚 陈明敏上来唱什么歌 是那种感觉 但现在新的 你讲那个情况 新的富裕一点的中产家庭 不止小孩会躲进房间上电脑 就连父母都会在卧室 加装一个屏幕 加装一个电视 看自己的电视 当然也不是看电视了 他们看的可能是 自己一个碟 或者一个上网的 一个什么视频 所以也就是说 电视这个东西 曾经是统一一个国家的东西 就全国人民 看同一个频道 比如说看新闻联播 对 看同一个东西 那么后来慢慢的 这个统一的讯息来源 打散成无数个网站视频 然后曾经 曾几何时 一个家庭是靠电视来统一的 现在也打散了 所以现在处在崩解的状态 对 现在是都碎了 心都碎了 碎得跟饺子片似的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对 你看 我看这个书受启发 就是说呀 他们讲什么现代艺术 什么打打主义 我跟你说都别聊了 看电视吧 你这电视是最打打主义的一个东西 你没发现吗 他就是实际上是有点像抽风 你比如说 要是真的情况下 我跟文道 我们围炉夜话 我们再谈一个问题 你能设想 我们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谈了八分钟之后 我跟文道说 广告之后见 然后 我再跟文道说 古井共酒 好酒 对 听到啤酒 好酒 是变密吗 变密吗 夜庙吗 我就喜欢幽乐美 然后文道 刚才咱们聊什么来着 咱们接着聊 对对对 你想象没有 这个东西搬上电视 咱们觉得都很正常了 可是实际上啊 它是人跟人之间 很变态的一种情况 很不正常的一种沟通模式 但其实 但其实我就说 比如说又跳回到 涛哥你刚刚讲的 就是因为你 你长得 观众觉得不信任 所以你报的新闻 他都不相信 长得不信任 所以我跟你讲 你看哦 在电视节目前面 可以呈现 让大家看到Face 看到脸的这些人 某种程度 也跟观众群 他们的选择有关系 因为我们常常都说 比如说我们 我们在interview 新人的时候 会怎么样 我们都会一看 我们就觉得说 这个有观众缘 这个看起来 不要有新人能力 这个是凭什么 凭什么去选择的呢 那某种程度 是不是这种 视听的反馈效应 我觉得基本上 大家就是一个循环 就是一个环节在当中 导师应该回归到 一个原点就是 我觉得我们应该 做一个调查 到底为什么要看电视 我们可以问问看 现在当下人 你为什么要看电视 你为什么一回家 我不晓得两位会不会 我坦白讲 我回家 一坐在沙发上 我真的就开电视 但是呢 像我们新闻从业人员 一回家 我不见得是开电视 看新闻节目哦 我跟你说 这说明电视 是我是无关 是 师父 师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